你是否曾经读过一首古诗 明明只有寥寥几字 却让你觉得仿佛看到了千里山河 甚至隐隐触碰到了诗人深藏的情感 你或许会好奇 古代的诗人们是如何通过简单的几幅画面 勾勒出如此深邃的意境呢 今天我们将带你一起揭开这个谜团 从一朵梅花到一轮明月 古诗中的每一个意象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它们不仅是美丽的景象 更是诗人表达内心的工具 无论是思乡的惆怅 还是离别的无奈 所有的情感都藏在这些简单的意象中 今天我们就一起进入古诗的世界 去探索意象如何构筑出诗意的天地 在诗词的世界里 意象与意境是两个核心的概念 它们赋予了诗歌深厚的美感与情感力量 对于初学者来说 意象好比是诗中的画面 而意境则是这些画面汇聚而成的情感空间 若没有意象的渲染 诗歌就像失去了颜色的画布 平淡无味 而如果没有意境 诗歌便缺乏灵魂 无法引发读者的共鸣 一 意象的灵动与魅力 意象 仿佛是一幅画卷中的点睛之笔 它不仅让诗歌中的画面鲜活起来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将诗人的情感浓缩其中 使我们在短短几句诗中感受到它们内心深处的波澜 而意象之所以如此迷人 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事物本身 而是诗人借由这些事物表达它们的情感 思想 甚至是人生哲学的一种途径 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 长寄西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乍一看 这西亭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亭子 临水而见 风景如画 但在李清照的笔下 它变得不同寻常 我们仿佛看见彼特诗人 沉醉于美景与久异 步履蹒跚 不知归路 可是这西亭真的只是个亭子吗 当然不是 它是闲适生活的象征 是诗人曾经的那段无忧无虑时光的写照 当我们读到日暮 那层淡淡的惆怅便在心头浮现 它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与遗憾 就这样通过一个简单的西亭传达给了我们 意象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让我们不仅仅是看见某种事物 更让我们通过这些事物感受到诗人的心情与情感 例如王维的宋元二世安息 当他写到阳关时 他看似只是个地理位置上的关口 但这个意象背后蕴含的情感却远不止于此 阳关 在唐代文化中往往与边塞 离别紧紧相连 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 朋友或亲人亦去边疆 往往意味住长久甚至永久的分离 于是 劝君更敬一杯酒 虚出阳关无故人这一句 顿时让人感受到浓烈的别离情感 这不仅是送别朋友的叮咛 更是一种对未来孤独无伴的担忧与惆怅 阳关 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 它成了离别与孤寂的象征 通过这样一个意象 王维将千言万语凝缩在了这短短的两句诗中 在古典诗词中 意象的运用往往是极为考究的 甚至可以说 意象的灵活运用是诗人成就作品高度的关键之一 诗人在意象的选择上往往具有极强的技巧和洞察力 他们能够通过对自然事物的精准把握 让这些意象承载起复杂的情感和思想 这种以小见大的表达方式 让我们在欣赏诗歌时 既能领略自然景物的美丽 又能触摸到诗人内心深处的细腻情感 例如 杜甫的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在这两句诗中 落幕和长江这两个意象 不仅仅是秋天的自然景象 它们同时也象征着 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长河 这种通过自然意象反映时间和生命的手法 让诗歌具有了更深的哲理内涵 使得一幅平凡的秋日画面变得极具历史厚重感 在诗词鉴赏中 意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往往是诗人情感 思想与文化背景的融合体 诗人通过这些意象传递的情感 常常能够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 正是这些灵动的意象 赋予了古典诗词独特的生命力和持久的魅力 二 意境 诗词的灵魂 如果说意象是诗歌的骨架 那么意境就是诗歌的灵魂 意境是一种氛围 一种情感的升华 是意象与诗人情感的深度结合 它不是单个意象的组合 而是一种整体的感受和意象间微妙的共鸣 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心灵的共振 感受到远超文字本身的美妙体验 拿王之幻的灯灌雀楼为例 白日衣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看似简单 以白日和黄河两个意象为核心 但它所营造出的意境却是宏大的 读者仿佛站在楼顶 俯瞰着辽阔的黄河 注视着太阳缓缓沉入远山的背后 这种遥远的景象 不仅描绘了自然的壮丽 还暗示了诗人对未来和人生的渴望与追求 这就是意境的力量 它通过意象的巧妙结合 超越了简单的景物描写 直击心灵 带给人无限的遐想 再看渡目的山形 远上寒山石径写 白云牲畜有人家 停车坐爱风铃晚 双叶红玉二月花 这里的寒山石径 白云 双叶每一个异象都可以独立存在 但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 便营造出了一幅秋日山间的宁静美景 这种美 不是单单来自于某个异象的细腻描绘 而是它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呼应 已相互渲染 读者仿佛置身其中 听着脚下的石径 抬头仰望飘动的白云 最后被红艳的双叶所吸引 心中那种对自然的热爱 与对闲适生活的向往 不禁油然而生 这种心静的共鸣 就是诗歌的意境 意境的形成 往往是诗人借助自然景物的描绘 融入个人情感与折思的结果 通过意象的选择与组合 诗人可以营造出或宏大 或细腻的情感氛围 甚至在有限的文字中传递出无穷的深意 比如柳宗园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 万静人踪灭 孤舟梭利恩 独调寒江雪这幅凛冽的冬日景象 通旷而寂寥 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那位垂吊的老恩 这样的意境不仅描绘了冬日的寒冷与孤寂 更暗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与超然 这就是意境 它不仅让读者看到诗中的景物 更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情感波动 通过意境 诗歌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排列 而是一种情感与折思的高度凝炼 三 意象与意境的互动 在诗词的世界中 意象与意境并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 而是如同交织的丝线 彼此成就 互为依存 意象是构建意境的基石 而意境则为这些意象注入了情感与深意 它们的互动使得诗歌既具象又深邃 让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 感受到诗人的情感波动与思想深邃 以礼遇的与美人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愿名中 在这首词中 春花秋月 不仅仅是自然景象的描绘 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象征 它们承载着礼遇对往日美好时光的怀念 与对亡国之痛的深刻感慨 每当我们提到春花秋月 总会联想到时光的流逝与人生的无常 而这些情感正是通过意象的组合得以传递 通过东风这一意象 诗人将故国的思念与现实的无奈联系在一起 意境的苍凉与沉痛由此呼之欲出 而马之远的天静沙丘司则以更加直接的管道展示了意象与意境的互动 哭疼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这些意象看似平常 却在诗人的笔下成为了凄凉孤独的代名词 哭疼老树与昏鸭的组合 仿佛构成了一幅残破的乡村画面 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失落与惆怅 而夕阳夕下 断肠人在天涯更是直接将这种孤独感提升到了极致 意境的凄凉与痛苦瞬间传递给了读者 诗人通过简单的意象 成功营造出了一种浓厚的情感氛围 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这样的互动不仅是诗歌语言的魅力所在 更是诗人通过意象传达复杂情感的手法 意象赋予了诗歌具体的形象 而意境则通过这些形象 创造出更深层的情感体验 我们在阅读时 仿佛能够看到诗人置身于那幅画面中 感受到他所感受到的每一丝情绪 四 不同文化下的意象与意境 意象与意境的互动不仅受个人情感的影响 也深受文化背景的浸润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 意象常常携带特定的文化符号 诸如月通常象征住思想与团圆 梅则代表坚韧与孤傲 而柳常常与离别相联系 这些文化内涵赋予了一项更多的意义 使其成为集体文化记忆的载体 例如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提到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句诗 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感受 也让天涯这一意象 承载了社会的共同命运 诗人通过这个意象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个人的孤独 更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下 许多文人相似的遭遇 这种文化背景与个人情感的交融 使得诗歌的意境更加深刻 触动人心 与此相比 西方文学中的意象使用管道则有所不同 常常更具象征性与隐喻性 以英国诗人叶辞的当你老了为例 其中提到的火焰 象征住青春与激情的逝去 这种抽象的意象使得诗歌 在表达情感时更加内敛而深邃 读者通过意象所传达的感受 能够体会到时间流逝 所带来的无奈与哀愁 尽管东西方文化背景各异 但意象与意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全球的诗歌中都是共通的 无论是通过具体事物的描绘 还是借助抽象的象征手法 诗人们都在努力传达深层的情感与哲思 意象使得诗歌具体而生动 意境则赋予其灵魂与内涵 二者的结合让我们在欣赏诗歌时 能够感受到那份超越时代与文化的情感共鸣 这种文化与个人情感的双重交融 往往使得同一意象在不同诗人的笔下 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意境 例如 月在唐诗中往往象征思乡 而在西方文学中 月亮可能更多的与浪漫 幻想相联系 这样的文化差异使得意象的使用更加丰富多彩 每位诗人都能在同样的意象中 融入自己独特的情感与思考 总之 意象与意境的微妙结合 使诗词在短短数行文字中 具备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和情感张力 它们如同乐曲中的旋律与节奏 虽然各自独立存在 但却通过相互交织 创造出了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当我们在欣赏古典诗词时 理解意象不仅仅是理解表面文字的含义 更是通过这些文字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而意境则是这个世界的整体感受 它不仅仅是诗人传递给我们的情感 同时也允许我们以自己的管道重新体验 解读与感悟 这就是诗词中意象与意境的最大魅力 它们不仅构成了诗歌的形式 更在于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在其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